嗯,不错哦 同学已经学完了周期波 还有脉冲波 有没有,这两个差别在哪里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来正式 进入到这个横波的周期波 那横波周期波要学哪些 基本上老师把它分成两大部分 A就是正旋波的性质 B正旋波的波数 那这个A又可以分成五个小点来说 我们来看看正旋波有什么性质 我们现在来切入主题 好,老师已经在右手边画出一个正旋波了 因为我们接下来就是要介绍正旋波的性质 好,我们来看看 这个以前你在数学应该有学过吧 Sine,Cosine,Tangent,Cotangent,Second,Cosecond 有没有 像Cosine就是Sine的波形往右边Shift 平移这个二分子π 但是我们不是讲Cosine波 是讲正旋波 这个Sine wave就像这种 这种就是正旋波 好,那我们来看看正旋波有哪些性质 我们必须要知道 第一个叫做正伏 Amplitude 好,什么是正伏啊 你看这个图形 这个图形我们要怎么看呢 第一个,你有没有发现这个X轴 一个指点做上下振动 这个X轴就是它的平衡位置 这个你要先知道 这是平衡位置 然后呢,这个指点呢 做上下的这个减斜振动 怎么讲减斜? 减斜运动 以后再说 反正就是上下做一个有规律的一个振动 让这个波形呢 就会向右怎么样 等速前进 对不对 好,那其实呢 如果要定义这个正伏的话 就要知道这个平衡位置 好,正伏是这么说的 正伏就是呢 指点振动的最大位移量 最大位移量哦 所以像这个 这是平衡位置 对不对 A点 这就是 A点到这个平衡位置 这个就是橘色这个 老师画出来的 这个就叫做正伏 所以正伏可以在上面 也可以在下面 好,这个大小 这个长度 就是叫做正伏 那你有没有发现啊 像这个老师已经标出这些点 A,C,E 你有发现都在平衡位置的上面 有没有 没错 这些A,C,E这几个点 他们向上的位量 都是最大的 MAX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说 他们都是叫做波峰啊 所以像A,C,E就是波峰 那你看看老师这里写的BDF BDF是不是个点向下的位移量是最大的啊 没错吧 平衡位置是不是在这个X轴 向下位移量是不是最大 没错 所以这些呢 我们叫做波峰 所以BDF是波峰 这样有没有问题啊 嗯 波峰英文叫什么 Throw 对不对 好,那既然老师已经画了这个图 我们就先来讲这个波长 哎,什么是波长 哎,看这边 什么波长啊 波长它是这么说的啊 就是波动经过一个周期所前进的一个距离 哎,距离哦 那你想想看 这个是不是上 下 哎,又回到原来的平衡位置了 有没有 哎,这个前进的这个距离啊 就是波长 好,所以波长很好抓 你从平衡位置上 下 又回到平衡位置 一定要上和下来回一次哦 好 那你会说 老师 这个 这个波长一定只能从这个平衡位置抓 不一定啊 你可以从这个什么 波峰到波峰 A到C 哎,这样也是一个波长的距离 对不对 或者是B到D 这样也是一个波长的距离啊 波谷到波谷 这样也是一个波长的距离 那刚才老师不是已经都稍微透露了什么叫周期 对啊 指点完成一次完整振动 什么叫完整振动 就是上 下 这叫完整振动 指点完成一次完整振动 所需要的时间 这个东西就叫做周期啊 好 所以呢 它本身是一个时间 所以它的单位呢 一定是时间秒啊 秒啊 second 对不对 然后我们用什么符号 用大T来代表这个周期 好 这个周期有没问题了 那没问题之后就要介绍什么 就要介绍频率啊 frequency 诶 平率呢 我们一般呢 是用小F来代表频率 那频率是什么 频率如果它这个简单的说 就是单位时间内 单位时间内 指点完成振动的次数 所以它本身是次数 那你会说老师 它的单位是什么 单位叫做赫兹啊 如果是用这个缩写就是赫兹 这个中文要怎么写呢 就是几赫 这叫赫兹 赫兹 那这个如果是单位呢 因为这个T 也就是周期的单位是秒 那这个请问频率的单位是什么 S的负一次方 为什么呢 你看嘛 因为老师说 他们有一个关系式啊 对没有 因为F是不是等于T分之一 那你把这个T放在分母的话 写出来单位不就是S的负一次方吗 对不对 这个T是不是放S啊 那放在分母就是负一次方吗